朋友们好,两天之前,四川省首府成都爆发了一起学生家长的维权事件 起因是这样的,成都其中的一位学生家长发现自己家的孩子近来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症状 比如说口腔溃疡,身上出疹子,经常恶心殴吐,大小便有时候还会出血 面对这么严重的症状,家长当然是忧心如焚,就带着孩子到北京去就医 北京的医生就告诉这位家长,说你们家孩子是吃了有毒的食品 准确的说是吃了发霉变质的食品,才出现这些症状 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学校,孩子寄宿学校,学生食堂出了问题 因为自己家绝对不会给孩子喂食这个毒食品 那么他就到这一家食堂去当小工,用卧底的方式取得了确实的证据 他发现这一家学校给学生吃的这个肉类都是发霉变质的 为了掩盖这个肉类的这个臭味,他们还在食品当中添加了很多有毒有害的添加剂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的学生家长的时候,大家都义愤填膺 因为那些家长发现他们的孩子也或多或少的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于是大家一起到这个学校去抗议去维权 但是大家预料不到的是,他们的正义的合法合理的举动 居然受到了大批警察的围堵,大批警察的暴力对待 有些家长被喷了辣椒水,有些家长甚至是被抓捕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荒唐的景象,为什么本来警察应当保护的受害人 结果却被警察暴力对待,被警察所镇压 这是因为这个学校的经营体系所致 这个学校他不直接经营他的食堂,而是像大多数的中国学校一样 他把食堂存包给另外的公司来经营 这个公司,这些商人为了谋取暴力 他们就以赤充好,以毒充好 用低价去购买那些发霉变质的食品给学生吃 当然了,大家会想,那么警察直接就抓捕这些责任人 抓捕这些黑心的商人不就好了吗 大家错了 因为这些黑心商人他们是整个利益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是整个利益集团的那个表面的那一层 他们所谋取的那些暴力不是由他们自己装进口袋的 其中的一大部分他们是拿出来行贿的 为了取得这个学生食堂的经营权,他们要行贿 为了持续的谋取暴力,他们要行贿 他们这些利益当中的一大部分是要行贿给学校的这些领导层 而学校的领导层呢,给他们一百个胆子 他们都不敢用毒食品来毒害学生 他们必须为了保证这种恶劣的做法能够持续的进行 为了保证他们呢,在出事之后有人罩着 他们必须向他们的上级,就是教委,甚至是市委,甚至是省委 来持续的行贿 这样呢,就由这些商人,学校领导层和政府机构的官员 他们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个犯罪集团 所以说,当他们看见学生家长来维权的时候 他们知道这些学生家长危害的不仅仅是这些黑心商人的利益 而是一危害到整个利益集团的利益 因此他们要派出警察去对他们进行镇压 因此他们要动用国家的公权力来平息 来镇压这场学生家长的维权行动 在中国,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集团 你到股票市场,那里有利益集团在操控 让所有的投资者血本无归 你到房地产市场,那里有利益集团在操控 让所有的人都变成房奴 你到金融行业,能源行业,通讯行业 那背后都有巨大的利益集团在操控 用垄断的手法谋取暴利 可以说,利益集团在中国无所不在 在过去,他们掠夺的对象主要是成年人 那么近些年,他们的黑手已经升向了下一代 已经升向了青少年,已经进入了学校 我们必须得正面的对待这个问题 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学校 无论是中学还是小学还是大学 现在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 在背后操控,在毒害我们的孩子 那首先,有一些利益集团 他们是操控强制性的补习班 向学生,家长收取高额的补习费用 如果学生不参与,如果家长不付钱 他们就用各种各样的手法 虐待学生,精神上的虐待 甚至是肉体上的虐待 他们都做得出来 当然这还不是最恶劣的 更恶劣的,他们不仅仅是收钱 而且呢,他还要耽误学生的青春 耽误学生的学业 前两天,湖北天门就爆发了上千学生维权的事件 因为他们付出高额的学费,在学校度过了三年之后 居然发现学校没有给他们安排参加高考的机会 这还不算是最恶劣的 最恶劣的就是成都其中所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 他们不仅仅是要要钱,而且还要命 他们要用毒食品来毒害学生的健康 这种现象不是一个学校的现象 这是在中国普遍的现象 在中国没有人能够幸免 哪怕你是干部,哪怕你是公务员 哪怕你是富裕的中产阶级 甚至是这个土豪 你的孩子都没有办法幸免这种毒害 除非你是最高层的权贵 你可以保障你的子女去出国 你可以保障子女进入那些严密监控的特殊的学校 享有特权的学校 否则无法幸免 整个中国的孩子都无法幸免 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在100年以前,卢迅先生发现中国的理教 教育体系在毒害孩子的心灵 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 现在100年过去了 形势更加严峻 他们不仅仅是毒害孩子的心灵 现在还要毒害孩子的肉体 还要在肉体上消灭我们的下一代 这是多么严峻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现在每一个有良知的 有正义感的中国人 每一个有孩子的人 每一个没有孩子 但是你们希望看到一个光明的社会的人 都应当勇敢的站出来 都应当发出自己的呐喊 救救孩子 现在很多家长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大家采取的解决的办法 完全不适用 现在很多家长 他们已经组成了送饭党 大家成群结队的 到学校去送中餐,去送晚餐 这不是长久之计 很多学生家长 必须得去上班 必须得挣钱养家 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送饭 还有一些学生家长 你们的家庭状况 不允许你们再付出额外的费用 去给学生送饭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不是追求正义的办法 这不是保护大家权利的办法 那么什么办法我们可以阻止这种现象 什么办法我们可以拯救我们的下一代呢? 全民共振平台给大家发出这样的呼吁 给大家提出这样的行动的倡议 首先我们必须得意识到 我们所面对的是集团式的犯罪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集体行动 一个家长不行 一个学校的家长不行 要全国各个地方 家长一起来行动 在全国有三千个区县级单位 每一个区每一个县 只要出现一千个学生家长到当地的市委 去进行县委去进行抗议 那么在全国就会出现三百万家长 来一起抗议 这会给整个体制 这会给中国政府 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意上的压力 他们就必须得做出反应 他们必须得做出改变 那么如果是没有三千个县一起来行动 那么如果有三百个县一起行动 那么也会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就会有三十万人同时在街头出现 同时来表达民意 也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即使是没有三百个县 哪怕是有三十个区县的人 同时来行动 那么也有三万人 那么在全国各地 大家一起来爆发 一起来行动 也会造成在舆论上面强大的声势 也会激发 也会激励所有全国其他地区的 其他这个学校的这些家长 一起来参与这个行动 所以说啊 必须得集体行动 那么第二 我们必须得意识到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出现这种现象 是因为制度上面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得进行制度上的改变 那么我们提出以下的几个制度上的诉求 首先是要全国各地的家长 大家都有权利要组成家长联合会 来监督学校的一切的运作 尤其是学生食堂的运作 尤其是那些关系到学生的前途的 那些补习班 那些学生的最重要的学业的安排 家长必须得有发言权 必须得有监督权 这是第一个 学生家长要在各地组成家长联合会 监督学校的运作 那么第二 我们是要要求政府 惩办那些毒害学生的官员 学校领导和这些黑心的商人 我们必须得把他们绳之以法 那么第三 是对这些已经被伤害的学生 政府要提出 要拿出所有的医疗费用来救助他们 要给每一个学生 加上医疗保险 要让他们的医疗是完全免费的 我们必须提出这三个 三个诉求 这三个诉求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是完全正义的要求 是每一个学生应得的权利 是每一个家庭的家长 你们应该做出的努力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呼吁 大家必须得一致行动 采取什么样的时间 大家采取一致行动呢 我们的建议是 今年的两会期间 我们现在两会还有两天的时间 大家趁机在这个时间 向两会发出呼吁 到各个地方 你如果是在省城 最好是到省委去进行聚集 如果你是到地级市 那么你就到市委 到地委去进行聚集 如果你是在县 那么你就到县委去进行聚集 大家一起来发出大家的呐喊 如果是三月 这个两会期间 我们不能够达成我们的诉求 大家一定不要放弃 这是一个改变我们所有人命运 改变我们孩子 拯救孩子的一项行动 大家不能够轻易的放弃 三月份不行 两会期间不行 我们还有五一长假 在五一长假期间 大家都有时间 大家都去聚集 五一长假不行 还有六一 六一儿童节 我们当然要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六一不行 还有七一 七一 这是建党的日子 那么我们要向这个执政党 要发出我们的呼吁 要发出我们的呐喊 七一不行 最后还有十一 那是他们建国的日子 建这个国家 就是一定要保护这个国家的人民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国家是为人民而建 人民不是为国家而活 那么我们在这个建国的日子 我们要向他们发出呼吁 大家记住了 两会期间 或者是五一 还有是六一 还有是七一 还有是十一 大家持续不断的上街抗议 上街呐喊 我们的要求一定会得到满足 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所有听见这个视频的 所有接到这个信息的人 大家一起来传播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 向所有的中国人 发出这样的呼吁 大家一定要参与行动 一定要支持这个正义的行动 所有的中年人青年人 你们猛心自问 当你们的子女受到如此的摧残 面临如此的危险 你们还不行动 你们有资格做人家的父母吗 我们也要向所有的老年人 发出这样的呼吁 大家都来行动 当你们的孙子孙女 面临着这样的处境的时候 你们还能够悠悠自得的 到广场上去跳广场舞吗 你们还有资格 称自己做人家的祖父母吗 我们向所有的中国人 发出这样的呼吁 大家一定要把这一项行动坚持到底 一定要参与 每一个接到这个信息的人 大家至少要向你身边的 一对两对 做父母的做祖父母的 传达这个信息 传播这个信息 我们只要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那么今年 所有的中国人 所有为人父母 为人祖父母的人 大家都会收到这个信息 大家就会产生一致行动的愿望 当大家团结一致的时候 我们可以达成我们想要的 任何的目的 我们一定会实现正义 谢谢大家的收听 希望大家转发 谢谢大家 再见